嗨,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最近一直劝说我的前弟媳妇 希望她能够放下顾虑 在美国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 因为她对这件事不是特别上心 我就想把以前认识的一个邻居介绍给她 没想到我的邻居听了以后 委婉地谢绝了我的好意 我前弟媳妇今年才刚刚50岁 但是已经单身了好多年了 在国内像她这样的单身女人 多的数都数不清 但是想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 真的比登天都难 这并不是女人们有多么的挑剔 要求有多么的苛刻 而是有很多年龄差不多的中国男人 对在红女人的要求和美国男人完全不一样 尤其是那些中年男人 绝大多数想的是找一个比自己年轻 十多岁甚至二十岁的年轻女人 这就让在国内离异的中年女人们 几乎没有了载红的可能 所以他们干脆就打算载不着了 就一个人过了 但一个人过年轻的时候还可以 老了怎么办 现在的儿女都不在身边 所以我们得把自己的老年生活安排好 至少得有个半 女人的年龄不像男人 是经不起消耗的 如果在五十到六十岁之间 不把个人问题解决好的话 六十岁以后就越发的难找到合适的人了 所以我希望我前弟媳妇抓紧这个机会 尝试一下在美国找一个下半辈子 能够相守在一起的人 而且美国男人也不会太在乎年龄 在我的劝说下 我前弟媳妇终于愿意试一试 首先我就想到了我以前的一个邻居 一个诞生美国男人 我想他们之间的年龄悬殊也不太大 南方也没孩子 住得也不远 我如果能够牵线成功 也能够做个红娘了 可我天生就没这个命 当我把这个意思转告给我的邻居以后 他开始还很热情地希望见面 但当我说我弟媳妇没有绿卡 没办法长时间待下去 他就突然地警惕了起来 他说既然我们以后不能够永远地待在一起 为什么要相处呢 我说如果你们各自喜欢对方 不想风离的话 你就可以和他结婚 把他留在这里 他一听吓坏了 他以为这是一个圈套 是我们想利用他通过轰音取得绿卡 所以他说这不合适 我说如果你找到了一个你喜欢的人 你为他半点事难道不可以吗 如果你什么都不想为他做的话 你怎么能够得到幸福呢 反正他给我讲了一大堆他的理由 他说他有过这种教训 吃过这种亏 在这样的一个年龄 他不想再冒险了 我一听也无话可说了 我能理解在美国 很多男人对结婚怕得要命 因为在美国 结婚以后再离婚的话 真的是倾家党产 就拿我先生来说 离婚以后 他要养活他那个前妻 一直到人家结婚或者是去世 如果一个前妻能够从前夫那里拿到 很高的工资收入的话 他宁可一辈子不结婚 除非他找到一个更富有的人 所以美国法律在这一方面 对美国男人极为的不公平 也让很多美国男人 不敢轻易结婚 就像我先生一样 跟我生活了两年以后 他还没有结婚的打算 那个时候我告诉他 我的两年期限满了 我就要走了 他一听 只好硬着头皮和我结婚了 但从此 可能是因为太恐怖的原因吧 他失去了味觉 虽然我先生不相信那种说法 但的的确确是 我们结婚的第二天 他就失去了味觉 到现在已经快两年了 你很难想象一个人没有味觉 每天吃东西没有味道 是什么样的感觉 美国男人很恐怖 但如果想要拥有幸福的红银生活 就要克服那种心理障碍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好